今天分享一道家常菜,圆白菜在家怎样炒,不容易出汤,还特别好吃呢? 首先把圆白菜一切两半,去掉里边这个根,然后用手撕成小块,用清水淘洗干净 再切上五毛钱的五花肉,有点就行,最近这个东西老贵了 起锅烧油,油热以后下入圆白菜,用中火炒,炒至变色 边炒过的圆白菜呀,再炒就不容易出汤了,炒好腾出备用 硬起锅,放入五花肉炒熟,爆香葱蒜干辣椒 再加半勺老干妈,烹入酱油,倒入圆白菜,炎鸡精挑口,大火饭炒均匀 出锅前沿着锅边,烹点陈醋,特别提味 圆白菜这样做,您喜欢吗?喜欢的话,记得留个关注,感谢大家